洪宗處一線線盤 都是輕盤 人家表示他沒辦法接受 洪宗處的這個洪池勇領域 歡迎把五四二旅 還有二六九旅的行程 切割 加上歡迎表示 在所謂的鏡頭不會理解 才做成這種打罐 洪池勇領域 五四二旅的中間 應該會附起這陣 他們的計算上訴 經過一段落後患 洪宗處的這個 看來出的淡巴很累 不過說到前一天的一線打罐 還是有淡巴去當 他認為會有這樣打罐 是因為法官將五四二旅跟二六九旅 應該會這線切開來 數得欺負 洪池勇認為 通行電源的 生意風景有比較保守 也受到他根據所提出的起訴訟 因素在經濟不久的狀況之下 做出這樣的打罐 他說現在不是要用嚴刑駿法 要比國來付出代價 也是要勒清洪宗處的事 到底是應該相愛付借 他認為最應該付借的 那之前五四二旅的路上有省威智 他一個權責長官 那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為什麼沒有做好 他一定要負起他的責任 我想社會大眾以及所有職場上 都是這樣子去認定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如果他自己不這麼認定說 他是一個旅長 他應該要負起這樣的責任 其實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去左右 他的意志 從四方認爲 法國中財政婚冠十八的比國 每一個人的行動都很輕 實在是沒有符合基台 將會跟理事團來演技上所 在未來是不是在前期 可以進行補足 他才能實在有難度 將會好好來輸口 或是不應該怎麼走 記者 台中總法報道